工程脑抗病毒唐凤的民间神队友终结口罩之乱 武汉疫情升温,今日口罩实名领取制度9点启动上路 行政院数位政委唐凤一早也在脸书同步发文宣布 结合政府、民间神队友一起打造的口罩供需资讯网上线 口罩剩多少哪里买,民众只要透过资讯平台就可以查得清清楚楚 开启整合资讯网平台,列于第一个的就是4天前 由台南好想工作室创办人师吴展伟率先设计出超商口罩地图 而后改版的2.0版口罩地图 为了及时赶上发放新政策 吴展伟和一群工程师熬夜整晚推出新版地图 彻夜未睡的他今早受访时表示 最初设计超商口罩地图的动机很简单 作为工程师,出于专业本能 只要看见问题就习惯动手解决 春节武汉疫情爆发后 政府启动限购政策 脸书,LINE都不时看见朋友抱怨口罩买不到 看见这场口罩之乱 吴展伟用了一个晚上就设计好城市 工程师就这样 有时候只是因为懒 不想同样的事情重复做 就设计城市解决问题 隔日一早10点上线后 吴展伟本以为只有轻油使用 没想到一顿午餐回来后 后台的显示数据爆量 吴展伟解释 系统是采用Google地图定位系统 Place API定位技术 过去设计类似的应用 账单费用不过就是2到20美元的费用 但网站短短上线4小时后 后台列出的账单就已飙到2000美金 看到数字时 我一度还以为哪里出错了 吴展伟说 尽管数字高得惊人 他心想 为了帮助台湾度过这关 牙一咬 还勉强能支付这笔6万元账单 不料 再过了两个小时 账单竟又多出一个零 整整60万的账单 喝得他赶紧观战 吴展伟坦言 城市只是利用简单的地图定位设计 少了超商口罩竞销资讯的串流 使用时还是难免遇上资讯误差 民众白跑一趟的乌龙 但不到24小时观战的短命网站 却带来抛砖引玉的效果 当天晚上8点 唐凤就辗转找上门 邀请吴展伟加入这场防疫大作战 这一次 不再只有自己 还有包括来自Google等不同背景的工程师一起加入 不管是最初的行动或是城市应用 吴展伟淡淡说 这些并不特别 过去有许多的科技社群 早就展现公民科技的能量 例如智力推动公民科技的G0 V0时政府都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 根基台南2014年成立开放空间好想工作室 吴展伟智力打造南部科技社群 本就是G0 V社群的一员 资讯开放共同协作的精神 一点都不陌生 外界蜂拥而至的关注 吴展伟有些意外 他表示 这场疫情灾难 每个人都正用各自的专业 采取行动 医疗现场 有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而作为工程师 拥有的就是城市设计的专业 设计网站就能帮忙 最大的收获 是号召更多人关注和响应 透过这次的行动 也能让更多科技人更有勇气 一起加入 作为神队友